在今集開始之前,希望各位觀看這條片的朋友或網友 你們可以用1-2秒的時間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作為對我們的支持,讓我們做得更加好 這個雖然叫做開奶茶,但是幼兒、寶寶仔、大人都可以喝的 媽媽廚房 淡粥液一堆 這些是宿米森 菊芽 麥芽 燈芯花 這個燈芯花又叫做燈芯草 以前是連綠色的部分 在2017年中醫藥組吩咐不要用全草 只是用這個勁碎部分 就是乳白色的部分 所以現在離科全部都是這個部分 但我仍然看到超市的茶包仍然是有全草的 這個生意人 生意米水就是這些 這個是熟米 又叫火米 炒過的燈芯 這個組合叫做開奶茶 開奶茶 開奶茶 每位中司有不同的配方 這邊有些會加上禅退 加上八角絲 但是 這裡已經是很好的 雖然是中藥的部分 雖然是中藥的部分 但你也可以每星期煮一次 以前我媽媽臭書的時候 就用這兩隻 煲鴨臣 連裡面的浪 它不切開 我最喜歡吃過鴨臣 媽媽或者自己人親手煮 是比較好一點 這裡就倒了850ml的清水 現在我們等中藥下去 這些藥材是漂亮的 所以不用洗 直接放進清水那裡 我們開大火 等它煮了才轉中火 我們拿完東西 按一下 蓋上蓋子 煲9個字 油 但這顏色水已經很明顯不同了 開奶茶 給那些嬰兒幼兒 這個作用就是 鋪利尿 清心火 睡覺不安寧 都不知什麼事 滷來滷去 都可以煮這些 開奶茶給它喝的 為什麼大人都可以喝呢 就因為它有燒制的作用 老人家食製了 都可以喝這些來燒制的 已經煮好了 用一個啤酒 放在上面來倒 你小心點 就可以隔嘴渣了 嬰兒喝的時候 就不會嚇出喉嚨 看到嗎 剛剛一杯 等於200 5以下 一杯的度數 就是用來開奶的 如果你大人 你可以煮多些 老人家 就不喜歡喝的菜 所以這個份量給他喝 都是適合的 今集已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的收看 詳細食譜 我們會上傳在Facebook專頁裡 有興趣的話可以查閱 另外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作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